这件事以后 亚历玛太的约瑟来修比拉多 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 他是耶稣的门徒 只因怕犹太人就暗地里做门徒 比拉多准许了 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走 尼格迪姆也来了 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那位 他带着约一百斤的木药和尘香 他们照犹太人丧葬的规矩 用细麻布加上香料 把耶稣的身体裹好了 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 有一个园子 园子里有一座新墓穴 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 因为那天是犹太人的预备日 而那坟墓若在附近 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天还黑的时候 莫达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 看见石头已从坟墓挪开了 就跑来见西门彼得 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对他们说 有人从坟墓里把主移走了 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 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去 两个人同跑 那门徒比彼得跑得快 先到了坟墓 低头往里看 看见戏马布还放在那里 只是没有进去 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 信了坟墓 看见戏马布放在那里 又看见耶稣的果头金 没有和戏马布放在一起 石灵在一处卷着 然后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 他看见就信了 他们还不明白圣经所说 耶稣必须从四人中复活的意思 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宿去了 马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 他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 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 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 一个在头 一个在脚 天使对他说 不忍 你为什么哭 他对他们说 因为有人把我主移走了 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 说了这些话 他转过身来 看见耶稣站在那里 却不知道他是耶稣 耶稣问他 不忍 你为什么哭 你找谁 马利亚以为他是看园子的 就对他说 先生 若是你把他移了去 请告诉我 你把他放在哪里 我去把他移回来 耶稣对他说 玛利亚 玛利亚转过身来 用希伯来话对他说 拉伯尼 拉伯尼就是老师的意思 罗利亚 耶稣对他说 不要拉住我 因为我还没有生上去见我的父 你到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 我要生上去见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 见我的神 也是你们的神 莫达拉的玛利亚就向门徒报信 我已经看见了主 还要把主对他说的话告诉他们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 门徒因怕犹太人所在的地方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话 他把手和肋旁给他们看 门徒一看见主 就喜乐了 于是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拆解了我 我也照样拆解你们 说了这话 他向他们吹一口气 说 领受圣灵吧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得赦免 你们不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不得赦免 那十二使徒中 有个叫低头马的多马 耶稣来的时候 他没有和他们在一起 其他的门徒就对他说 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多马却对他们说 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我的指头探入那钉痕 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 我绝不信 过了八日 门徒又在屋里 多马也和他们在一起 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然后他对多马说 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 看看我的手 把你的手伸过来 看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 总要信 多马回答 对他说 我的主 我的神 耶稣对他说 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吗 那没有看见去信的 有福了 耶稣在他门徒面前 另外行了许多神迹 没有记录在这书上 但记载这些事 是要使你们信 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使你们信他 好因着他的名 是人的生命 的生命